另一方面马华总会长 纳杜斯利为加强今天到 柔佛宽柔中学至达成分校 移交州政府给予董事部的 100万令吉拨款 以补偿当年新盟政府 向校方征收的 90万4千令吉公共设施服务资金 为加强随后在脸书发文告表示 2018年后09大选前 柔州国阵政府已经豁免 宽中缴交公共设施服务资金 但是改朝换代之后 西蒙政府却向董事部追讨这笔款项 他还说这所读中是在2013年 由时政首相纳杜斯利·纳吉宣布设立 并在他和时任马华总会长 丹斯利·廖中莱的协助下获得批准 去年正式启用以来 宽中分校已经拥有1950名学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团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